苗栗厚龙的客家园楼放养成群的绿头鸭和黑天鹅 开幕不到一个星期 这些天鹅生的蛋竟然都不翼而飞了 原来是一名离职的员工 伙同亲戚搜刮了八十多颗蛋 但其中三十多颗已经被做成煎蛋给吃掉了 监视器上可以看到新建的客家园楼旁边池塘 放养着大批的绿头鸭和黑天鹅吸引了不少的民众 但突然有一名妇人在台阶下鬼鬼祟祟 过不久就有一名男子骑着车来接应 他上来的时候有提大爆东西 警方看到这段监视器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最近池塘边鸭妈妈 鹅妈妈生下蛋 不翼而飞就是被他们偷走 巡献逮捕两人到岸后 妇人也坦诚自己的确到河边捡了八十多颗蛋 但其中三十多颗已经全部被煎来吃掉 他到岸的时候也是弹针 这个为了食用然后卸取这个蛋 阿龙都让我脱子 苗栗后隆高铁附近这个客家圆楼开幕 才不到一个礼拜就吸引了大批人潮 独特的圆楼建筑和池塘的景观 让不少人都来到这里参观 但没想到竟然出现偷蛋贼 警方也表示不管是鸭蛋鹅蛋 或者放养的鸭和鹅都不能随意拿走 否则都会触犯窃盗罪 业者也表示希望游客带走的是美丽的景象 而不是里面的财产 记得邱正敏 吴立安 苗栗报导